你 你的梦想 是你把南面画过来的 你快点收拾啊 一会儿赶不上车了 我 妈 我不回去 你说什么 我说我不能跟你回去 你还要不要眼呢 你要跟这两个男人纠缠到什么时候 你要把自己糟蹋成什么样子 你才心肝哪 妈跟任何人都没关系 那跟什么有关系 我就这么跟你回去了 我能干什么 我现在在上海 我好大有工作经验吧 我能重新找份工作 我能养活我们俩 我能让你过上好日子 我跟你回头什么都没有 借口 你这都是借口 你离不开这花花世界 你这心怎么那么野啊 你怎么就不能踏踏实实回家老老实实过日子呢 我给你爸守着这小店 劝了你吃少了你喝 饿着你了没有啊 你来上海读书 是不是爸爸拿命换来的 我要跟你围住我爸是不是白死了 你想跟我提你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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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 妈 我 我告诉你啊 你再给我提你爸 你爸就是你害死的 我爸都因为我死了 我不得再上海好好的反抖活下去了 你爸爸的命就毁你手里 他的运气都给你 被你毁的 他就是替你死的 你知道不知道 你还有心提你爸 你有脸吗你 我再问你啊 颜小辰 你要是今天不跟我走 就算我刘青芳没生过你 你走不走 不走 妈 妈 妈 你给我的时间 我能占命给你看 我求你了 妈 我再问你最后一句 更不跟我回去 我不回去 我能想和我们俩 妈 咱们公司最近是怎么了 怎么这么邪门啊 对啊 谁跟陈总有关系 谁就离职啊 那陈总也是挺不容易的 多累啊 这刚离婚 也不需要个离婚假就在上班 这男人哪 真是狠心啊 再起的时候甜的掉牙 离婚了 跟没事人一样 就你知道的多 喂 杨小辰最近怎么样 有消息了吗 人间蒸发了一样 微博 微信 电话 全停用了 不就离个婚啊 连我们都不要 小辰这么优秀 未来肯定是一片光明 怎样也是跟咱们老板离了婚 继续在公司待得多尴尬啊 你懂什么 这叫见面三分情 有机会见面才有可能复习 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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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别说了 就就你知道的多 平时就你说的最多 还不让我们说 怎么了 我现在就是不让你乱说了 好 拜拜 好 不说了 走了 你滚